回来替大家的现场直播 来欣赏2007年亚洲男篮锦标赛 中华队呢 预赛第一天所碰到的对手是叙利亚 这场比赛呢已经是正式的展开了 左边拿球是林志杰 这场比赛转播的是由球评Kenny高杰 以及我张立群 我们两位共同担任球赛解说的服务 当然叙利亚这个站立在今年的这个 所以他们整队呢 打起来会有点混乱 这场比赛呢 一开始中华队有好的兆头 李学霖先在外线呢 比实际要高热篮一下 中华队今天在先发其实排了一个 比较矮小的阵容 蓝底下呢是让两个直接被抄走 前面要小心叙利亚的快攻 这个球裁判最后抓的是半分钟 雪霖在后面控球 戴豪在中卫拿球 戴豁之后前后篮球底下速度很快 放进去吴戴豪 吴戴豪变得体型实在更高大的中中来说 前面有快攻机会了 在底线做假动作杨哲一再回给 外线其实出手可以再裹绝一点 这就切到篮筐底下 拉杆出手 信安 放进两分 这次非常重要的关键 底线三分外线 要小心的顺利亚也是有外线实力的 7号的阿拉萨曼 要挑战210公分的长人 但是没有成功 要小心对方已经攻过来了 在篮底下裁判要抓的是我们中华队的犯规 当然这个 这个黎巴嫩的AlphaD长得还蛮像的 小阵容李学霖 吴戴豪 林智杰 杨哲一 以及陈信安 陈信安打到4号位置 帮忙交叉出来再给到智杰 这次切到篮筐底下一个大转身 在外线想一下并没有急得出手 信安切到篮筐底下再分出来 再一个extra pass 三分外线有空挡的保安出手 空气球 杨哲一的这个 8秒这波防守中华队做得不错 第一时的对方往后跳出手没劲 好 再救回来 哎呦 对啊 也是啊 好 两边都有自己本身攻击上面的一些优劳 也是没有问题的 防守绝对是我们必须要注重的一个关键 底线守得住守不住 退防速度够不够快 可以挡住对方像这样子的切入 绝对是一个重点 让6号的曼达尼 担不住你的身体 这个球很可惜 这阶外就开得很漂亮但是没劲 对方的反快攻 5号的开了 很难到理解 15比9 智杰带步走往后跳 拉高弧度有了 林智杰 S2的MVP 林总中距离在切入 前几次都决定传球 这一次出手是有不错的结果 对 那等一下你又切进来拿到2分 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过去的2分半钟 叙利亚只得4分 中华队只得2分 但是很快的前面有偷跑 杨哲一不亏是跑篮王子 中华 宝儿目前拿下了5分 是中华队得分最多的 只能够4分 这波防守必须要做好 在篮里下 又让MDALI很轻松接近 MDALI就像我们看穷慈杯 这个FADEE一样 切入 这样 进攻时间剩下7秒 中华队 这球中华队有机会操到 前面还有时间哦 剩下3秒2秒 快攻上篮 MDALI在哪里下段舞 看看有没有 有 你看杨哲一这种不屈不倒的精神 知道队友轻松上篮的机位 可是他并没有放 MDALI MDALI 中华队 前面有机位 再度发动快攻 中华队 这一次他们回防蛮快的 已经有雨卫球回防了 加油 加油 比利亚 星安 其他篮筐 比利亚要拉杆给出外送的裁判 哨音响抓满 我 趁现在这个动作是正義 可以停球做传球的这个选择的时候 就是旭利亚防守真的要开始头痛 个子非常的小 可是他在进去的得分的比率 是全MDALI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 加油 在进去撑住自己的状况之下 这边喜教练会选择 让曾文敬做更多的休息 前面有机会了 台湾的Iverson 旭利亚 现在把分数搬成平手了 三分外线旭利亚这球投偏了 篮板球很重要 出手没进 再被旭利亚拿到 连续两波的进口篮板 拿到分数 等下李克拉拳只要一过半场 第一件事情找背号六号 几乎每一次攻击他都碰得到球 又来了 而且几乎是无人之敬 目前拿到12分了 第一时间高调给篮底下出手没进 戴豪再抓篮板 前面看看有没有快攻机会 杨哲宜切到篮筐底下收球 保安到目前为止拿下9分 是中豪队得分最多的 还有批了这个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 落后2分 他线得很快让杨哲投进中距里 李绝林再拉出来 打另外一波进攻位置 加油 戴豪在底线碰到两根包夹 另外一边应该有空倒 最後1秒钟的出手 進去了 大拳并没有选择做这样子的动作 陳思念还有李奇力来到场上 杨哲宜切到拿过底下 一把菜刀 菜刀够力了 菜刀幸好 这就是保了杨哲宜 他拿下了11分 中豪队取得1分领先 中豪队的防守迪欲在这一截有加强不少 在第二截已经造成 蓄莉昂太多太多次的失误了 而且每一次失误 都是轻松得分的机会 这个垃圾篮板相当可惜了 结果没有抢 如果你一对一个卡住的话 不能两个去守到一个 那杨哲一打开之后呢 其他球员就会很有机会了 因为蓄莉昂 他想会把防守重心放在他身上 然后再切进去 给出来信安在三分外先出手 YES 3分的球 Bingo 中豪队 但这球短了 对方二打二的快攻 闪得很快 还是让对方打2分 又是吧 Denley 这个球对方已经预测住了 2分打2分 没有犯规 这个球还是进了 还是进了 3分 阿伯认为8号的Shariff 还是把这2分给拿到了 我看到他的身体的确 是比较瘦弱一点行 行啊 在暂停过来之后呢 蓄莉娅打一波6比3的攻势 陈兴函 陈兴函 有了 轻松左手放进 以线离齐已经把这个 拿下9分 另外学历拿下7分 是中豪队目前上半场 得分的三剑客 雙方现在站得平手 MADALI 前游蓝光底下 他的手感真的是好 防守的球 这个就是 互相没有沟通清楚 好球 又是杨哲宇 我的手感第一次点 也可以选择上了 还好中华队是用犯规 可以毁掉 包含了他们的得分射手 MADALI以及 四号的中锋 一样很明显手势 告知是中华队的球 还剩下47.5秒 结束上半场 目前中华队上半场有咬住 外线出手 有了 楊哲宇手感热的包上 现在跟他握手了 会三度灼伤 这个 这个 好的精灵相形 这种想法 不过他跟中华队上 真的是非常互相熟悉 再好把对方防守 缩减了一些机会 在第一节 我们曾经看到中华队 做这样子的动作 是管用的 继续实现这样子的攻打方式 是正确的 那是 底线蓄力在交出 三分外线出手 蓄力也知道比赛 三分球投进的次数也不多 这是第二个 中华队在防守 可能还是要继续造成 对方的混乱 以及对方的失误 才会有比较轻松拿分的机会 外线蓄力这球 又有投进了 而且裁判随时三分球 左一刀右一箭 目前为止 看得出来他也有外线的能力 这球切到籃光底下有点危险 差点被抄走 再救回来 分到底线 智杰在底线三分球 Bingo 林智杰第一个三分 林智杰的被中华队再拿到 前面有快攻击位 李璇琳很快 进来之后给到中阶 Follow进来 好 三分球之后 智杰再拿两分了 加油 差一点点又抄走 没关系 没抄到没有关系 籃板球拿到 而且裁判要抓的是 应该是技术犯规了 11号的哈萨巴勒 可能被裁判抓技术犯规了 是 边线 进行两次发球 然后再保留边线 至少这一次中华队 在顶线的抵抗 在对方 命中率目前为止 直落一分 这波晋东有机会领先 籃底下拉开出手 又是野兽 没错 林智杰在这一截 已经共下7分的分数了 而且不管是跟进切入 直接 再给到顶线 吴戴昊很快的补防 一个block 籃网成功 前面三打二 没有进段下 10分 而且 经过时间剩下8秒 陈兴安切到篮筐底下 还是没放进 徐利亚已经攻过来了 骑到对方身上 没有 等一下 在籃底下 轻松再拿2分 真的是 肉腹了 要打硬一点 4847 楊哲宜切豆腐 你吃豆腐没关系 我切豆腐 没错 还有三分半钟 结束第三节比赛 智杰拿球 现在拉开单边 他现在晃了一下 切中路 再分球 交出来wide open的机会 进了 Bingo 三分球 又是以来 别忘了自己的助攻了 拉开单边 智杰给得相当漂亮 又是美丽 可是应该看起来 是不会上来的 一个是Marsela Korea 另外一个呢 是叫做Oderto Carvajilia 这两个人通常 破坏力应该是蛮足够的 可能因为国籍的问题 现在还是没有办法 被掉度在打 一二 有底线很快 形成两根包夾 一个Pass 就贏到南底下 好 结果 沒關係 我们现在还领先2分 戴好拿球再交出来 再回卤戴好 发六线 楊哲宜 外线比例下之后 然后位置 再一个楊哲宜 停手 这个背后运球 运球技巧相当纯熟 又切到南空底下 六线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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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点比较好 对修里亚来说 并不是一件太大太大的坏事 想要把分数给拉开 这个地方距离太拥挤了 直接黄一下到南空底下 身体的对抗 没近看 造成了210罚球不中 目前为止7罚中6 两罚中6 体力调整的动作产生 再感到底线 修里亚要进攻到禁区来 就两分半截 好 好 正中好对亥宜波进攻机位 进攻时间剩下4秒 3秒 广力下之后 杨哲宜在外线出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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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里亚 巨里亚进攻 七尔篮框底下换左手上篮 曼达亚造成了犯规 既里亚在下半场 也没有太多真正用中锋攻击 底线的动作 所以吴代豪一个人站在禁区里面 目前为止像门绳一样 经由时间剩下9秒 前仙安 仙安 往了一下 这第四次的犯规了 對 人現在跟Yakob說 我都... 你這麼愛國了 這場比賽真的是贏了 你幾乎是... 把球放在底線來做一些 因為人家有打法的人性就變大了不少了 L4-1現在又跳出來了 變成了B52轟炸的 好 這場比賽 66比56中華隊領先10分 而且暫停過來之後 戴豪在藍底下又是一個小勾設施 也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 沒錯 68比56中華隊已經領先12分 戴豪到藍廓底下 拉哥出手 再拿2分 好 一一的尋找敘利亞的弱點 對方沒有最高大的中鋒 不但要連吃2球 後往所以還是需要進攻的 不能從這個時候就拖時間了 一半除了計算加法 掉下 而且也消耗了24秒的時間 9 好 輕鬆的空打3分外先 出手進 敘利 好 你看到敘利亞在碰到這種 Pickroll這個實行的時候 73比60 領先13分 進攻時間剩下8秒 智傑前入到藍光底下 做個假動作 要到犯規 這個假動作第一針 漂亮 要到犯規 超級大 也許是 他們也把中華隊設定為最大的對手 其實我們彼此都是一樣 因為這一組大家認為比較強 中華隊最高的就是五代好 202 前面快攻擊位 兩個打到對方 兩個跑了王子 又來了 楊哲宜 再拿2分了 再看一次 楊哲宜的急攻的速度真的是 2分半鐘以內 是不是可以換一些替補球的 應該這樣說 三分鐘應該是一般的籃球之位 還不會做壞人的動作 大概現在是20分的差距了 大概在 就保險2分鐘左右 而且是國際賽了 對 還是不能太掉以輕心就對了 沒錯 而且看起來我們的選手 好像還沒有任何體力上 耗解的一個問題 是 所以這一戰如果可以贏 然後禮拜一要碰到香港隊 80比62 三分外線智傑 三分球 頭順了 好 好 這個逃進之後的敘利亞還站住 我剛剛也看到這場比賽中華隊 具有一些 基本上的問題 是 再做到底線 等下你 還三分球也沒有 拉出 有 有 敘利亞再拿到 敘利亞這種強硬的進攻 中華隊也要小心不要受傷 對 現在這個時候 壓迫的動作 而且是人盯人 對 這種所謂比較有侵略序的防守 一直沒有產生 當然剛剛智傑也造成了這個 敘利亞的LKD的犯規 LKD不是這個球隊 可以算是隊長型 慢慢下籃 剩下1分12秒 剩下1分12秒 這9700藍空底下 雙手扣籃 吳戴豪順便再提振一下我們的速度 這個可以算是為中華隊這場比賽 畫出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據點 是 整場比賽的吳戴豪其實在底線裡面 一直做身體的補充 今天中華隊有很多哈利波特 這個球再點回來 來 早晨快點 早晨快點 先發球已經打到這個階段 算是打得非常的秤值 所以讓他們完成比賽 有點像讓投手玩頭的這種味道出現 巴馬在這個時候再跑很快的話 對身體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 他現在贏球最重要 90比66 邀請到了韓國退休的正攻式教練人 來執掌兵服 而在這場比賽的中華隊 其實用兵大概